睡前一把盐如氧气血 让血管充满活力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这个视频呢想告诉大家一个 养护血管激发阳气 克制体内驱寒的小妙招 记不住的话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我们每天睡前呢 可以用一把盐来如氧气血 促进阳气的恢复 让身体变得强壮 用加热的盐装在带子里 敷在肚脐上 盐的渗透性呢是比较强的 不仅能够把热量渗透到体内 同时还可以将体内的寒气吸出来 阳气一升脾胃的寒湿就散掉了 脾胃呢就可以重新充满活力 脾胃运化的能力变强了 吸收的养分就加大了 气血就得到了乳氧 血流呢就会慢慢的畅通了 很多的疾病就会消失了 前胸后背疼 心脏也没有问题 病根藏在了这里 平时呢总是感觉头昏沉沉的 前胸后背的疼 胸闷气短 记忆力也下加 全身乏力 整天都是迷迷糊糊的 感觉不清醒 有的时候还伴着心慌心计 稍微风吹草动 心脏就会秃秃的乱跳 整天还胡思乱想 而且走路呢也是发飘 像丢了魂一样 有的人眼睛还干涩 看东西是模糊的 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 觉得生活枯燥乏味 没有意思 老百姓说的没有心气 还有呢可能晚上会失眠多梦 半夜容易醒 脖子疼 后背疼 脸色蜡黄 容易掉头发 心情不好 食欲不好 总感觉全身都不舒服 觉得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大病 但是呢到医院去做检查 彩钞啊 心电图啊 头的盒子啊 CT啊 都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越是查不出问题啊 有的人他心里越烦躁 这种情况呢 有的人很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或者是几年的时间 反复的各个医院去就诊 就是查不出来有什么气质性的病变 屏幕前的你是否也是这种现象呢 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说 我要恭喜你 没有气质性的病变 这是好事啊 很可能是长期的处于一种情质 不随的状态 导致了三交气机不通 出现的各种不适 不管是你甘于气质了 气血不足了 还是肾经亏虚 痰酌中阻 甘肾两虚 这些症状很可能是 长时间的情质不随导致 解决的办法呢 要理气 那第一个方法 用逍遥丸 这是我经常给大家说的 一般的说到这个程度呢 这个逍遥丸就比较轻了 可以用汤药辩证调理 第二呢 就是要运动 比如说八段锦里边 专门有一截 双手脱天理三交 多做一做 把三交理通了 就改善了这些症状 第三呢 一定要做一些有兴趣的事 让自己开心起来 告诉大家一个不吃药 就能改善血压膏的方法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你身边的医生朋友 这个方法非常简单 轻度的高血压患者 可以不用吃药 很多患者用了以后呢 给我的反馈是比较理想的 有血压不稳 经常会感到头晕目悬 心悸不安的朋友 可以用30秒时间 看看这个视频 相信你会有收获的 以下的内容呢 非常关键 建议呢 点赞收藏 多看几遍 中医说呢 高血压和肝肾 阴虚 肝阳上抗 都是有关系的 如果你是因为工作的压力大 情绪紧张 导致了高血压 就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在我们耳朵的后面呢 有一个耳背钩 也叫做降压钩 这个穴位呢 可以平肝吸风 舒筋活络 有去风止痛 这样的作用 每一次呢 按压个两三分钟 两个耳朵 可以交替着进行 每天两到三次 起到一个辅助降压的作用 你记住了吗 学会这个动作 提升全身的阳气 没事呢 就拍打拍打 屁股 你是不是突然觉得 小的时候 你妈打你屁股 是多么的英明 是在帮你养生呢 人体的这个臀部呢 是寒气最重的地方 也是膀胱经 寒气聚集最盛的一个地方 平时如果受凉受寒 坐在冷板凳上 坐在凉的地方 寒气呢 就会沿着你的脊椎 侵袭到肩膀 侵袭到后脑勺 平时呢 我们多拍打臀部 可以改善我们全身的阳气不足 包括着像你坐骨神经痛啊 强制性脊柱炎啊 关节炎啊 这些问题 这个小妙招 你学会了吗 开水冲鸡蛋 功效神奇 鸡蛋呢 是我们生活中 再普通不过的食物了 但是你知道 它的妙用吗 开水冲鸡蛋 又称为猪雀汤 本草变毒中 这么说 鸡子 内黄外白 入心肺 名神定破 和和熟食 能够五亿脾胃 生冲福之 可以养心盈 退虚热 鸡蛋呢 是血肉有情制品 所以它的营养价值 是相当高的 其中含有大量的卵磷脂 能够提高我们的脑细胞 活性化程度 缓解脑疲劳 提高记忆力 预防老年齿态症 这第二啊 开水冲鸡蛋 还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容易被人体消化吸收 长期的食用呢 可以增强 记忆体的免疫力 第三 开水冲鸡蛋 可以增强 肝细胞的修复能力 有保肝的作用 含有的维生素A呢 也可以保护视力 预防肝炎症 第四 趁热喝 保护味 这个方法呢 来自于民间 这可是群众智慧的结晶 这个方法呢 我也在用 做的时候呢 要注意这么两点 第一呢 用烫热的杯子 磕上鸡蛋 给它打碎打匀了 这第二呢 要用100度的热水去冲 一定不要放凉了喝 方法很简单 大家也可以自己在家试一试 等药血管越来越通畅 牢记三句话 不看会后悔的 大家好我是赵雨昊教授 很多朋友都会被 血管堵塞的问题所困扰 今天呢 告诉大家 要想血管通胀不预堵 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我说的这三句话 你要记住了 古人说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了解血管堵塞的成因 才能有针对性的去治疗 第一啊 如果你长期的被血管堵塞 困扰的话 不论是出现头晕 胸闷 还是肢体的麻木 都不要过于焦虑 从中医的角度说呢 气质血瘀 气血亏虚 或者是弹湿组织 这些因素导致的血管堵塞 针对不同的病因 通过中医的辩证论治 是能够得到缓解的 第二 不要盲目的使用药物 更不要足以使用药物 一定要对症用药 避免引起不良的反应 第三 多看看我的视频 我是首都医科大学 赵雨昊教授 从事心脑血管疾病的 临床工作 已经四十多年 我每天都会抽时间看大家的留言 大家的关注和点赞 也是对我的信任 同时也是我坚持为大家科普的动力 气虚生湿 血虚生风 阳虚生寒 阴虚生火 今天就教大家如何来调理 一举百平四大虚症 首先说气虚是生湿的 人体内的湿气 大多来源于水液代谢失常引起来的 水液运行需要靠气的推动 气就像车的发动机 如果你气虚推动无力 水液就容易停滞不行 所以气虚的人是表现着浑身没劲 不想动的 胳背腿沉重 像灌了牵似的 还总觉得有胸闷 恶心 想吐 肚子胀 消化不良 舌胖大 舌边有齿痕 舌胎厚腻或水滑 这就是我们生活中常见到的 越是虚 越是水湿重 它越不爱动 所以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先要把气给补足了 气能推动水湿运行 同时我们再用去湿的方法 这样呢 就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再来说一下 血虚生风 血呢 主要是滋润 乳养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 如果血虚呢 就不能够正常的给身体提供营养 就会出现 虚风内动的表现 比如说 筋脉失氧 就会麻木震颤 皮肤呢 会出现 搔痒脱屑 另外呢 还会有 头晕眼花 失眠 多梦脸色发白 舌也是偏淡的 这种情况调理就要羊血 吸风为主 羊虚 生寒 羊的功能 主要是温寻 推动 防御 羊气如果亏虚的话 人体就会出现 胃寒 怕冷 手脚冰凉 腰漆冷痛 整个人也会没有精神 小便 贫术 抵抗力也是差 容易生病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不羊 当然了 要区分出 你的心羊虚啊 脾羊虚啊 还是肾羊虚 最后呢 是说 阴虚生热生火 阴的作用是宁静滋润的 阴虚就会让精液匮乏 精液少了 虚火就内生 所以会总感觉到口舌干燥 喝再多的水也不解渴 身上呢 会一阵一阵的发热 心烦失眠 倒汗 头晕耳鸣 蛇是偏红的 蛇胎很少 不会像狮邪似的 那么厚重 甚至是没有胎 这时候就要注意 是滋阴的方法来治疗 脑梗前兆 身体给你的四个信号 不明原因的 悬晕 在你保证了充足的睡眠 和正常的饮食之后 出现了不明原因的 悬晕感 甚至有可能 直接就昏倒了 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 是你已经出现了 脑梗的问题 这时候 如果你做检查的话 至少是腔梗了 由于椎底动脉的供血不足 你的小脑啊 脑干 这些平衡神经组织 就受到了影响 所以没有办法 维持你的身体 正常的平衡状态 就出现悬晕 这些问题 第二呢 四肢麻木 你的四肢 如果没有经过 长时间的挤压 注物垂击 物理性的伤害 没有这些情况下 还出现了 四肢麻木的问题 就很可能 是脑梗导致的 究其原因呢 就是一侧的 颈内动脉供血不足了 影响到你的 大脑皮层 中央前后的回流 所以出现了四肢麻木的状态 第三呢 说话语言不清 别人呢 都不知道你在表达什么东西了 说话会前沿不搭后语 很有可能是你的脑梗导致 动脉的工血不足 影响到你的大脑皮层 语言中出神经系统出现的 说话前沿不搭后语 今天给大家讲的脑梗前兆 这些相关的话题 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视频中 有所收获 希望大家平时多看一看 关注我的视频 听听我讲的医学知识 增加自己的见闻 了解疾病 你才能够战胜疾病 脑梗注意这三点 减少复发的风险 大家好 我是赵雨昊教授 如果家里有人得了脑梗 不想复发 除了要坚持用药以外 还应该做到以下三点 有助于预防脑梗的复发 大家可以点上小红心保存 以免划走就找不到了 第一呢 一定要少生气 作为家人呢 一定多和患者进行沟通 情绪上的这个波动 焦虑或者是大喜大悲大怒 这些都会导致血压的飙升 血管的痙攣 甚至会诱发血管的堵塞 所以呢 要学会调节情绪 控制情绪 保持好心情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点呢 就是日常的饮食要清淡 低盐低脂低糖 不要吃的太饱 尤其是晚上 要控制好饭量 日常呢 要避免一些油腻的食物 适当的吃一些粗粮 蔬菜和水果 有助于延缓血管硬化的程度 第三点呢 就要进行适当的锻炼 运动 运动有助于提高心肺的功能 促进全身的血循环 对身体 对血管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需要注意啊 量力而行 循序渐进 不能做超过自身承受范围的剧烈运动 以上这三点 大家都记住了吗 蜂蜜水早上喝和晚上喝 哪个更健康 蜂蜜已经成为很多人的养生佳品 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恢复精气神 还有通肠润变 抗菌消炎啊 解酒护肝啊 抗疲劳啊 保护心血管啊 提高免疫力 润肺止咳这些作用 那蜂蜜到底怎么用呢 是早上喝还是晚上喝 更健康呢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聊蜂蜜的保健问题 如果你总是晚上喝蜂蜜水 那会容易导致肥胖 因为蜂蜜中的糖分含量很高 晚上喝呢 容易让糖分积累在身体里边 就转化成了脂肪出现的肥胖问题 另外呢 还会加重消化的负担 出现消化不良 而且晚上喝水啊 会容易造成逼尿 影响到睡眠 如果是早上喝蜂蜜水 不但不会影响睡眠 还可以快速的排出体内的毒素和垃圾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在早晨饮用蜂蜜水 冲泡的时候呢 水温最好是40度以下 温开水 不要超过60度 不然呢 容易破坏蜂蜜这些营养物质 而且也会影响口感 冲泡的量也要适中 不然的话呢 容易引起腹泻肥胖糖尿病 最后呢 要提醒大家 糖尿病的患者 婴幼儿 甚至包括青少年 还有就是花粉过敏的人群 尽量不要喝蜂蜜水 容易引起不良反应